大家好 我是卡姐 我很喜歡過一些郊外的生活 我成長在農場 對於這種生活非常喜愛 現在來到海邊 看到大海 附近有些海鮮餐廳 還有一些賣海鮮的店舖 在小漁村 有些蠔、蜆、青口 還有大蝦、蟹 我們今天就看看 有一個地方 我們以前過來捉蟹 就要看看潮脹 潮退的tie table 看看海水 不要退得太厲害 很容易捉到蟹 這裏的漁獲是很豐富的 釣魚 基本上有魚拿回家 在車上 給1、2、3個蟹籠 蟹籠專門去一些工具店買 蟹籠不是很貴 蟹籠 綁一些雞肉 或者三文魚 最好捂一捂它 不要放在雪櫃 放在室外 讓它有一點味 找一條鐵線穿著它 綁在蟹籠裡 放進海水 兩、三個小時 回來收蟹籠 就有蟹 當然捉到蟹上來 就要量度它的尺寸 有一個標準的尺寸 P性蟹 不能捉 因為蟹要留來繁殖 只能捉到熊性蟹 這裡有很多蟹 我們試過有一次 釣過蟹籠 基本上有十幾二十隻蟹 可以是 夠尺寸拿回家 是十幾隻 其實吃得多 有時都不太行 蟹肉很高 蛋白很高 異性蛋白有些人會敏感 所以吃蟹就適可而止 點點醋 今天很開心 我和兒子和女兒 駕駛一部車 等一會兒去看看海 看好地形 等一會兒 可能會放蟹籠 或者捉蟹籠 我女婦和幾個孫 又駕駛另一部車 等一會兒和我們 去一間海邊餐廳吃飯 回合 度假就是這樣 作為我們上年紀的人 最開心 就是和自己的子孫 和女兒一起 就是我最開心的時候 這些路 真的很好走 有時真的很感恩 在北美洲 你真的 無論走到一些 很荒山野嶺的地方 那些公路網 是非常之靚 四通八達 這件事是很好的 在北美洲 可能我個人認為 就算起一條高鐵 都沒有用 高鐵那些 就點到點 那你就很快去到 但是你錯過了很多 營路的風光 現在我們走這條路 旁邊有很多 鎮仔 那些漁村 你可以真的 停下來去那裏看看 我覺得很舒服 但一會兒 我們就會去到 一個地點 那個地點 就是 那些蟹真的 多到你不相信 我們還有一個地方 看看這次 夠不夠時間去 就是 有很多很多的海膽 在海邊的大石欄那裏 我好像都有放過出來 在應該是 一年多前 我如果沒有記錯 在我的視頻那裏放過 那些海膽是多到 整個海底都是海膽來的 還有有很多那些八爪魚 就抓緊那些岩石 你真是很開心的 那去這些石灘 沙灘 你就一定要買一對那些 濕得水的那些 鞋子 比較是行的那些石 或者是海灘的那些鞋 這些鞋 一來它就沒有那麼滑 穿這些鞋 二來你那些石頭會戒到腳 或者是蠔殼會戒到腳 所以一定要給 一對那些鞋 現在我們來到這個灘 這個沙灘 是非常非常之多 就是多到你不相信那些鞋 我們就是在這個沙灘這裏 其實都不是叫做沙灘的了 它是一個海口來的 就是那些海水就在外面這樣衝進來的 那就有一個那些淺灘 非常之多鞋 我們只是丟了三隻蟹籠 就已經是滿滿的蟹在裏面了 我們能夠帶回家 好像上次有18隻蟹 全部都超過兩磅以上的 真的很多蟹在這個位置 還有很多蟹 其實現在我窗門拍出來的那裏 就是大海的了 但是它就沖了很多那些蟹 蟹在這個河床 現在是水退的 去退潮的 你就要等到它差不多有漲潮 或者是剛剛水退的時候 你就要下去捉的了 是真的很好玩的 捉蟹捉蟹是很好玩 但是這裏就沒有蟹的 青口都沒有 蟹都沒有 但是呢 就真的很多蟹 這個地方呢 我都跟小朋友說 如果是喜歡吃蟹 跟他分享經驗 來這個位置 就捉到很多蟹了 另外有一個地方 就很多那些石 或者大的岩石 那些岩石那裏 就經常有很多那些大的八爪魚 它就抓住那些岩石那裏 還有很多海膽 那捉海膽呢 就真的你又要備一個那些手套 那些長的去到手套 手肘那些手套 下去撿 撿那些海膽 如果不是呢 你就會是戒傷自己的皮膚的 有時你沒有看見 那些海水好像很乾淨 其實有時海水不乾淨 你如果是刺破了那些皮膚 不立刻去清理 它是會發炎的 沒有少看這件事 所以來捉蟹 捉蟹 捉海膽 這些呢 你一定要是買齊那些 手套 鞋 抬著海膽 甚至有些 好像漁民那些褲 像漁膠那些褲 好像工人褲那樣 套上去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海水很冷的 雖然現在就是很熱很熱的天氣 但是呢 你這樣浸下去這些水道 那些腳真的太赤了 是很冷的 不是開玩笑的 所以呢 要来玩这些项目的时候 真的要去买齐了 以前我记得在温哥华East Hastings那边 有一间专门都是买这些钓鱼用品 蟹龙有些这样的店 现在那间店就收拾了 我们现在在美国也是去一些 专门买钓鱼用品的一些专门店 就去买齐 平时就放在车房或者放在花园外面 就避住了 以前那些蟹龙不是很贵的 但是如果你买一些扎实一点的蟹龙 都不便宜的 现在去到四十多元至五十元美金一个 以前那些很简陋的那些 就十元八元一个 但是那些就很单薄的 你去捕几次蟹龙就玩完了 如果你说常常喜欢去玩 这些钓鱼啊捉蟹那些 你就正正经经去买一些比较扎实一点的 都是几十元而已 平时你就直接是 放在车房或者是放在后院里 那就买的时候呢 你就要买一些 就是那些承索 好像那些鱼丝那样的承索呢 你就一定要是 买够的长度 都要认得 有很多时候呢 我们扔了蟹龙下去之后呢 我们就去吃饭了 去那些鱼村那些吃饭 吃完饭回来 都没有人理你的 就是这里有些比较隐蔽的地方 都没有人理你 拉回那个龙上来 哇 真的很开心的 有时候 我那些沈粉仔他们去钓鱼也好 其实呢 他们可能拿一条半条回家 全部钓了出来 又是丢回到海里的 那这边的海里 就多什么鱼呢 就是多那些石斑 那你在岸边那里 你经常会钓到石斑 但是如果大的鱼 就要 拿着船出去的了 整个北美洲 包括美国和加拿大 国土非常之辽阔 由大西洋到太平洋 真是横跨这么大的土地 其实如果你喜欢户外活动 住在北美洲 简直就是天上人间 是非常非常好玩的 好了 我们又到了去吃饭的时候 这一间是专门出啤酒的 我都经常在这里 买几打啤酒 先试一下啤酒 什么味道 然后呢 再去订阅 叫哪一只好喝 我最欣赏这一间餐馆 它那个是 安恩威 是很好吃 和它这个炸鱼 也都非常好吃 这个碟花洋葱圈 是我的治外每次来必吃 的